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对比了解自己是否天生具备富贵命的潜力 左手为先天 右手为后天 不管男女 一般左手代表的是35岁之前的运势情况 右手代表的是35岁之后的运势起伏 今天与大家分享几种容易发财富贵及凶指数高的首相特征 第一 首相中出现的财路纹比较多 并且清晰 代表你拥有的财富指数比较高 一生中容易获取大的偏财运气 所谓财纹就是指位于小手指与无名指之间的下面 有一些细细长短不齐的斜线 称之为前财纹 还有手中的线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 这些形状也代表着财富 意味着富有 第二 首相中形成颈子纹路 代表权力贵气的象征 一生中容易通过自身的权贵获取大量的财富 井字纹在首掌中间代表着吉祥的意思 说明此人是当官的料 即便是不在官场 在公司也是领导级别的 如果井字纹在首掌最下端 说明运气好 而且事业有成 大富大贵 还有井字纹在理工位 说明是经商的好手 能够抓住机会 人中龙凤 第三 对于一些特殊的纹路 元宝纹是比较难形成的 不管男女 拥有此首相纹路的人 一生中少则衣食无忧 小康之家 如果生成八字配合好 则是大富大贵之象征 第四 事业线清晰 直肠 穿透 智慧线 在到达了感情线的人 对于事业财富的追求比较大 敢打敢拼有魄力 因此 不管男女事业线好的人 都是能够拥有财富指数高的特征 好的首相面相 需要配合好的生成八字 这样才是完整的富贵指数高的标准 因为八字命理代表先天命运 首相 特别是右手 代表的是后天变化运势的解析 所以 要想更为清楚地了解自身的命运层次 需要八字命理跟首相等一同解析 更为准确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有好的建议 欢迎留言评论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